请记住这次句话,不要炫耀你的工作,你倒下了,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出色。 不要炫耀你的房,你去了,那就是别人的窝。 不要炫耀你的车,你离开了,车要是就握在别人手里了。 你唯一可以炫耀的是,你的健康,当别人都走了,你还可以晒着太阳,喝着茶,享受着健康的生活。 请善待自己,因为零件不好配,价格极其贵,有钱不一定有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的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